为了传承书法艺术提倡书写的生活美学 鼓励全国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写书一首好字 花莲县府教育处即将在7月22号办理112年 花莲蓝亭大会全国赛活动 而20号在县府大礼堂召开记者会 也欢迎乡亲们一同来共享圣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即将在7月22号在德馨运东公园小巨大热情登场 为了迎接全国的赛事 欢迎政府教育处20号在县府大礼堂召开记者会 现在许真卫立委扶宫期副议长去学艺 现任韩丽美共同来发扬中华民主富有的传统文化 让花莲的递进安律德 让花莲能够成为每一个人人生中最好美学 而每一个人能够安定的在花莲沉思 我想花莲就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有磁场的地方 更适宜人体体会生命的美好生命的充沛 大陆的文化访问团来到花莲 他们都很惊讶 这个三十几万人口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雅师在这里 而且当我们接触到这些大陆的顾问团 尤其是各省级领导来 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人才的培养过程 真的让人感动 每一个人情奇书化 开口吟诗作对 通通都没有问题 那比一提起来 那不得了 省级 市级 县级的那些干部 通通都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呢 我想人才的培育过程 真的要顾守自己的文化 为传承书法艺术 提倡书写的生活美学 鼓励全国学生以及社会人士 能够写出一首好字 现场也邀请书法大师来亲自书写印笔字体 以及书法写字 同时也广由乡亲一同来共襄胜聚 记得久不见 观众